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23号发布 封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报告 在多个关键问题上 报告基本延续此前徐州当局的说法 报告称经过DNA测定 确认杨某霞就是籍贯云南的小花梅 对于网民对董某民杨某霞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 不是杨某霞的质疑 通报声称杨某霞禁照是从抖音视频中截取 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 与实际容貌有差异 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等因素影响 杨某霞容貌也发生了变化 通报还否认了杨某霞是四川籍失踪女子李莹 通报还称杨某霞被先后卖过两次 而八孩均是杨某霞与董某民所生 另外通报表示 江苏当局以失职独职为由 处分了包括封县县委书记等17名地方官员 对于这份报告 网友表示强烈质疑和失望 此前公众对事件最大的疑点之一 是铁链女的真实身份问题 对于官方所称 因为皮肤老化 毛发退化 脂肪组织液化等因素 杨某霞容貌发生变化的说法 众多网友称 这是21世纪的指路为马 很多网友纷纷制作出恶搞图 以示讽刺 此前两名大陆调查记者到云南亚古村 采访了小花梅的亲友和当地村民 并发表寻找小花梅一文 指出徐州警察造假 大陆前媒体人赵先生早前对本台表示 他已在2月11号前往云南亚古村 在村里待了4天探访真相 赵先生说 当地人处于一种原生态 特别淳朴 人的个子比较矮 皮肤很黑 在江苏省发布通报后 大陆媒体曝光铁链女在精神病院的画面 视频显示 铁链女躺在床上 她的长子在身旁照顾 而她的长子却曾举报了 声援铁链女的人 中国新年前 铁链女被用铁链锁在破屋里的悲惨遭遇曝曝光 引起网民的极大同情和愤怒 许多人发帖呼吁 彻查铁链女事件真相 新唐人记者金时综合报道 不许多人 不许多人 嗯 好